计算机是上个世纪的伟大发明 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知识和生产效率 但恐怕没有人会把计算机和古代社会联系起来 然而确实有一件2100年前的古希腊机械设备残骸 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科学家经过研究后 不禁怀疑它究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还是外星人的遗物 目前科学家们正在对其进行研究 已完成了数字模型的制作 即将制造出一个现实的物理版本 和古希腊文明的智者 在不同的时空中交流切磋 这个所谓的古希腊计算机残骸 就是举世文明的安提基特拉机器 它的发现纯属悟然 上世纪1900年 一位希腊潜水员在安提基特拉岛附近潜水时 发现了一艘古老货船的残骸 他和其他潜水员一起将里面的文物打捞了下来 当时他们向雅典当局报告的是 发现遗址的深度在60米左右 并且还展示了捞上来的 一条真人大小的青铜手臂 但是后来证实其深度只有42至50米 有一天 已经卸任的教育部长斯塔伊斯 来到存放碎片的博物馆参观 而他的目光 恰巧被几个不太寻常的碎片所吸引 其中一个一息可以看出 上面刻有希腊字母所组成的名文 而另一个则似乎有齿轮结构暴露在外 这是安提基特拉机械这个物件 才算正是进入人们的事业 起初考古学家们是准备靠上面的名文 确定文物和沉传的大致年代 这是因为 希腊字母在不同的时代字形上 有不同的写法 所以可以依此判断文物的大致年代 根据当时著名的古希腊语专家 奥地利人阿道夫威廉的判断 安提基特拉 机械上名文的字形 属于希腊化时代晚期 尽管有一些小的分歧 但是年代最终确定在了 公元前100至200年左右 然而对于这个装置用途则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航海用的星盘 有些认为则不是 争论了达半个世纪之久 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德里克·德索拉 普莱斯的英国年轻物理学家 他发现上面镶嵌了一个齿轮 从而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青铜机械装置 到上世纪50年代 这些碎片才被完全清理出来 英国的科学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 并用X射线和伽玛射线扫描 以了解其内部结构 最终确认这个装置被用于计算太阳 月亮及以这五个行星的运动 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模拟计算机 由于该装置残缺不全 此后科学家们一直不断潜入沉船 寻找该装置的其他部分 到2005年的时候 一共找到并确认了该装置的82个碎片 包括轴承 支柱 齿轮 铜盖等 不过也只占整个装置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中铜盖上刻了2000多个字母 通过造影技术也有95%被辨识出来 证明是该机械装置的使用手册 里面包括描述行星运动的文字 及准确的金星 土星周期等研究表明 该装置诞生于公元前150年到100年之间 和阿基米德制造的天象衣 和太阳系一类似 而且可能有关联 很可能起源于古物希腊的罗德岛 该倒以机械制造而闻名 这个机械计算机代表了 古希腊非凡的天文 数学成就和制造技术 类似复杂的工艺 要到14世纪才在欧洲出现 因而卡提夫大学的 迈克埃德蒙教授赞叹说 这个机器如此非凡 而且仅此一见 它设计美丽 天文周期极为精确 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在历史性和稀有度上 必须承认这个机械 比蒙娜丽莎更有价值 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发现 让科学家们如获之宝 很多机构都在对其进行研究 先后在重要期刊上 发表了很多论文 也制造出多个重建品 为世界上很多博物馆收藏 但并不能完全和数据相匹配 由于该装置已在海底 躺了越两千年的时间 结构极为脆弱 因而只能通过扫描技术 窥探其内部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 科学家们研制出了 更加先进的成像系统 来对其进行研究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细节 因而可以进行更精细准确的复原重建 最新的重建由伦敦大学学院 如斯艾尔的一个跨学科团队展开 他们根据破译的古希腊文字 和此前的研究 建立了一个新的计算模型 该模型基于目前科学家们 从现存残骸中收集的所有知识 符合所有物理学证据 并与刻在机器上的名闻精确匹配 有望称为迄今为止 对安提基特拉机械最准确的重建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渊博的知识 和精湛的技术 在2000多年前 就能制造出如此复杂 如此精妙的机械计算机设备 并用于预测未来的天象 2010年 一位苹果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安迪卡罗 安迪卡罗 甚至用1500个略高基姆 制作了该机械的复制品 并准确预测了 2024年4月8日的日识 这个事情证明了个什么 就说制造这个机器的人 不仅知道希腊的天文学 而且还懂得苏美文明的天文学 甚至后来还在这个尺子上 发现了时刻和颜色的文字 就说这个东西 不仅能够推测日识月识 在哪一天发生 还能够推测在几点发生 因为日识月识时间很短啊 他都知道几点几分发生 还有发生的时候 那个月亮什么颜色 他都知道 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月亮好大 然后又红 而有时候就不是那个颜色 这也是有规律 他都知道 其实还有更不可思议的 就是在里边发现了一个 53个尺的齿轮 53个尺的齿轮 虽然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它的作用很厉害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月球肉地球公转的时候 它的轨道不是圆形的 而是椭圆形的 这个椭圆形的轨道 本身呢也在动 周期呢是九年 也就是说九年月亮 才实质上回到 它最原先那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机械 如果要模仿月球的运动 它就要把这个轨道的偏移 也计算进去 而这个有53个尺的齿轮 就是来修正轨道偏移的 它这个修正的精确度 精准到小数点后九位 后来还发现 它前面那个齿轮 上面有一个槽 槽里边一个圆形的东西 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 然后用3D扫描技术 把整个这个机械扫描 下来之后啊 自己做了些零件 组装在一起去转动 它发现里边 那个槽的东西都 才知道这槽里边 这个圆的东西 就是月球 这个齿轮转的时候 这个月球啊 就一会远一会进 一会远一会远 完全模仿了月球 在地球周围的这个运动 就跟天体运动 是一模一样 令人疑惑的是 古希腊人 就如此精湛的制造工艺 所用的金属也寻常可见 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发现 更多这样的装置 甚至连其他类似的机械 比如钟表 都没有制造出来了 难道古希腊人 仅仅限于制造 可以追踪行星运动和日食 月食的齿轮计算机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还是说 这根本就不是 古人伟大发明 而是外星人存在的痕迹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设计这个东西的人 他是谁不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天文 数学的物理知识 一个直接的证据 就是古罗马有个 特别有名的政治家 演说家雄辩家 就西塞罗 这个人在公元前54年时候 写过一本书叫国家论 这个对话形式的 像小说一样 就整个这本书是虚构的 在这个虚构的对话里边 就提到了罗马人 杀死阿基米德 并抢走了两个 能够计算天体运动机器 还拿走了当时这个东西 设计手稿 而抢走这两部机器的 马克鲁斯将军 一部他自己留下 另一个呢 就送到罗马 被这个罗马什么地方收藏起来 就不知道 而这个西塞罗马 见到过这个马克鲁斯首领 所以他知道 这个东西能够计算天体运动 不过他这本国家论 是个虚构的对话 所以一直以来 考古学家都认为 他说的这个事是假的 根本就不存在的 但他自己想象的 直到1901年 发现这个安提吉特拉机器 才知道他书里说的 这个东西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这个东西就有两 这个沉船里边 究竟是哪个就不知道 应该是送到罗马那个 结果沉了 那么另一个在哪 也是不清楚的 这东西没有图纸 是没有办法再现的 其实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个技术 没有传承下来 还有前主流假说认为 这个安提吉特拉机械 是来自当时的罗德岛 是爱前海上的一个小岛 这个岛传说 曾经有超现实文明 史书上记载 这个岛上曾经有一个超大的太阳神像 七大奇迹里面就有它 但是现在 七大奇迹只剩金字塔了 这个没有了 一直以为这是传说的 结果后来发现真有这个东西 这个铜像始建于公元前292年 高30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铜像 建造12年 在公元前280年建成 54年屹立不倒 后来在公元前226年 就是古希腊那个地方 发生了超大地震 这个铜像倒下 这也就说明七大奇迹其实真的都有 不可能只有一个金字塔是真的有 剩下都是假的 那么古希腊著名的诗人呢 品达曾经到过这个罗德岛上 品达那是公元前500多年的人 他说这个罗德岛上 到处都是能够像活人一样运动的雕像 罗德岛就是有超现实的这种技术 他们是制造机器人 如果罗德岛上人真的制造机器人的话 他应该有技术制造这个东西 所以呢年代也大概对得上 品达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 为什么能动 为什么能走 他就觉得特别的神奇 他就把它记下来了 不过后来这个岛因为地震就负灭了 有点像亚特兰蒂斯消失了 考古学家就说 这个东西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改变了我们对于古人的看法 古人有可能和我们想象的 甚至和我们推测完全不一样 对此 你怎么看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互动 大ия 细节目 一条 词 细节目 3 细节目 fulfi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